山西蛋炒面的正确做法2 李懿琴的秀 菜谱原料 面条鸡蛋 土豆 西红柿 大葱 食盐 生抽 步骤 准备食材 将面条 鸡蛋 土豆 西红柿 大葱等食材准备好 将土豆切成小块备用 将大葱切成葱花备用 西红柿褪皮切成小块备用 将鸡蛋打散放入锅中煎成饼 热锅凉油 下入土豆和西红柿 翻炒均匀 最后加入葱花加少量水 煮一下 面条下入沸水中煮快熟时捞起 面条沥干水 将面条放入杂树中翻炒均匀 加入食盐和生抽调味 炒面翻炒均匀后即可出锅 美食小提示 炒面时可根据个人口味 添加适量的辣椒酱或豆瓣酱增加口感 炒面的时间不宜过长 以免面条糊掉或过分软烂 在煮面条时 加入一点点油 可以防止面条粘在一起 炒菜时最后加入葱花 可以提香味 但也不要炒过久 否则葱花会变得焦黄苦涩 关注我李怡琴的秀